星系月光米 哈囉各位親愛的粉絲 我們這次來日本可不是來寫平壇月光族的 是來與米之鄉星系 替粉絲尋找最好吃的米喔 星系我們來啦 甜蜜蜜粉絲們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就是 星系月光米的布香 要帶大家來看好吃的米是怎麼做出來的唷 對呀 人家說吃飯很大 星系的月光米 在日本可是有非常厲害的地位喔 連天皇老子 不是啊 是連日本天皇也會吃的米飯 日本人公認第一名的米啦 隨著時代進步啊 月光米都是由自動收割機割到的 不僅更快速也減輕農家的辛苦喔 只有少部分機器無法收割的土地 需要有人公來收割 收割完 小貨車會接收收割機中的稻碎 接著再往加工區進行烘乾跟黏米囉 天舟先生說 以前烘乾都是用曬的方式 現在都是用電腦 控制水分分階段烘乾 烘乾後再來就是黏米了 經過幾關的去殼黏米後 就會變成好吃的月光米了 經米三選 工作人員將米袋包裝好 就大功告成了 謝謝 不過難得來此一趟 一定要好好享受農村生活才行啦 我最後再讓我睡五分鐘喔 不行啊 全中先生他們都已經準備去工作了 很快起來 人家日出了座 起早被照就起來工作了 你們還在睡 看看農夫們辛苦收割 才知道米飯真的是得來不易啊 真的是粒粒皆辛苦 每一粒米都充滿愛心的啊 親切的田中先生還親自示範喔 瞧他神樹的樣子真是太厲害了 非常帥氣的 為了體驗收割啊 我們兩位可愛的主持人也要下海阿富山 是夏天啦 我們知道兩張怎麼晒兩張 我已經全做好全部裝準備 要收割了 我也看到兩張防晒遊樂 開始吧 收割成功 不過 整個風景真的是百聞不如一見啊 秋天來還可以看到結實累累的金黃色稻碎 辛苦工作了一天 我們要來吃好料的 套賞一下自己喔 大家注意喔 如果來到新夏 一定要吃他們有名的月光米 平常我不太喜歡吃白飯 但是來到這邊一定要試試看喔 那我們就要開動了 開動了 謝謝大家 人家啊你看看看看看 滿桌的星系美食 還有粒粒分明的月光米飯 口水 看著看著是不是就給他留下來了啊 我們沒有虐待你們的意思啦 為了給粉絲母福利 真的是全獲出去了 吃多了月光米 我們就要改當月光族了啦 這次星系的許米之旅 終於告一段落啦 粉絲不能來也沒關係 好康一樣有 大家趕快上甜甜香粉絲團回答問題 就可以拿好康囉 囉